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大尾聊车 香港回归后发展猛烈,人均收入也比内地高很多 很多人也喜欢去香港旅游 不过去过香港的人应该会发现 在香港街头基本都是日系车 国产车基本不见踪影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民众和内地的驾驶习惯有差别 因为之前的习惯,所以回归后 很多习惯还和国外一样,一直延续至今 香港汽车的方向盘和国外一样在右边 汽车靠左行驶,大家都知道 在内地放三盘靠左都是靠右行驶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看不到国产车的原因 如果刻意为香港市场自造车辆那样成本就很大了 毕竟做生意还是利润为主 还有就是香港汽车的机油比内地要好 国产车的发动机却并不匹配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故障 所以如果要是调整国产车的发动机 又要花费大功夫了 香港汽车在尾期排放上是国际标准 比国内更加严格 也就是国产车在香港的尾期排放是不合格的 日系车居多因为消费观念问题 日系车性价比高油耗比较低 而国产车油耗都比较高 要知道香港的物价不便宜 所以当地民众还是更注重性价比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